這個短片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百魂戰績他即將在台版出來 然後他有可能會在同一個版本 也就是說未來你只要 你現在是玩新加坡版的人 你現在是玩英文版玩韓版的人 你只要在設定這裡 然後在language這裡把它調成中文 他未來應該就會掛進來 然後聲音的部分 因為目前他只有一個版本 那他未來可能會有日配音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樣子的看法 那是因為這是有歷史可以考察的 在2019年的1月17號的時候呢 韓版他推出來之後我本來以為他會有兩個版本 但是後來發現他把它整合進來了 也就是說我現在也一樣可以調成韓文字 你看 調過之後呢整個介面就變成韓文了 那他會跳出去再進來一次 那我等一下把它調回來 那我再帶大家看 我現在在台版收到的那一個 百魂戰績預先註冊的東西啊 我點進去的畫面跟你們不一樣 我點進去之後呢他直接引導到開啟遊戲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會開起來給大家看 如果有興趣 想要到時候比人家還要早一點進度的話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開始玩了 除非你到時候 一定要待在台版Server裡面 台版的伺服器裡面那就另當別論 不然依照常態來講 這個東西是可以先來玩 玩一玩之後呢直接等台版出來 秒切換 那你現在看到全部就變成韓文了 那我的帳號等級都還是在的 那我再把它切回來喔 在這裡切回英文的 英文至少我還勉強 yes or no還看得懂 那我切好之後呢 我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那個 Play商店裡面的訊息 你們都顯示預先註冊嘛對不對 但是我切進去的話是可以直接開啟遊戲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Play商店裡面 我們按上一頁 你看這邊搜尋是寫即將推出嘛 但是我一點進來呢 他就寫說可以開啟 然後呢你看現在這邊全部都寫中文的 流暢打擊ARPG 那封面全部都中文 然後我可以直接開啟 可以直接開進來 啊這樣你就知道意思了 以後他應該會直接掛進來 因為這是有先前的例子可以參考 不是我自己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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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測 是因為他韓版當時推出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非常好 這是一個創舉 這在手遊界是第一槍 非常優秀 我覺得說這樣子是 就是讓大家不用再重玩 可以整合各個遊戲的版本 這個我是非常推薦的 那這個歷史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那這家公司他有很多Q小 跟一般的公司不太一樣 像之前有發生幾個大事 第一個大事呢就是說 之前他推出一個百人斬的版本 一個事件任務 然後好像有人開外掛 開外掛要拿高分 打一下怪就死掉 然後他就拿高分 後來呢 產生了很多不公平的爭議 官方二話不說直接把 那個事件任務全部關掉 打的都賣勝 然後直接發補償 那這樣就結束了 要亂搞沒關係 都賣勝 這是他非常有Q小的地方喔 然後他中間還有一件事情是FB的事情 那個不是什麼創局 但是大家可以聽聽看 就是當時他 大家綁FB帳號的人將近 有三到五天連不上去 那就是他們公司跟FB之間的問題 所以這種事情喔 FB畢竟他是比較 沒有Google那麼強大啦 所以你們到時候再綁帳號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就綁Google好了 那不然你綁FB 是有曾經發生那樣子的歷史事件 這個我講出來讓大家聽聽聽看 參考就好 那他還有一個大事件 就是第八章 第八章這個應該在討論版上 你們有看我發過文 那第八章出來的時候呢 他推出的太難了 難到大家都過不了 那後來他們自己 看到局勢不對喔 趕快調整難易度 那現在是比較正常化 好那這就是這個百魂 這半年來還有一些歷史發展 然後版本的差異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是 這是